農業跡象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跡象 我們看一下天氣的重點 而第一點呢 告訴你就是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在南部東南部地區呢 整天都有鎮雨發生的機會 那麼呢 在南部山區呢 午後也有局部雷鎮雨 而且 從你來講的話 可能還是有比較大的這個局部的雨勢 那麼各地野海的風險都比較大 建議大家 在外作業的話呢 要特別留意自己的安全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農作物防熱檢測技術 在蔬菜跟瓜果類方面 第一個呢 就是調整這個供水的時間 避免於高溫期間擠水 可與夜間來做灌水 那除此之外呢 要隔離強光 例如在中午的時候的話 把在這個作物上方 架設這個遮光網 那其次呢 就是要剁食這個葉片跟果實的水分管理 因為水珠 會造成表皮的熱傷害 那夜面施肥及撒藥的時候呢 要盡量避免這個陽光比較強烈的時段 建議可以在清晨 或者是在這個晚上的時候來施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天氣的預報 在這個禮拜五來說的話呢 而是受到這個颱風外環流的影響 所以說呢 在南部地區來說的話呢 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這個鎮雨發生的機會 而且這個降雨也不限午後 整天都是有鎮雨的 那麼在北部地區來講的話呢 都是受到這個東風下沉氣流的影響 日照強氣溫高 那麼在外出作業的話呢 一定要留意自己安全 多加補充水分 留意這個防曬防中暑 好接下來看一下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呢 颱風啊逐漸的這個要遠離了 台灣附近來說的話呢 整體的這個野海的風浪會變得比較小 但是呢 在水氣部分來說的話 反而還是有點增多的趨勢 所以說呢 在這個南部的這個 屏東高雄這一帶來講的話 降雨啊還是會持續的 除此之外呢 在中部以北山區大大一盆地 也有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接下來看一下禮拜天的預報 禮拜天來說的話呢 屬於偏南風的影響 各地來講的話 是屬於這個親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那麼午後雷震雨呢 發展可能會比較旺盛一點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說您在外工作的話 聽到雷聲請進入室內 暫停工作會比較安全的 接下來看一下禮拜一的預報 禮拜一來說的話呢 台灣東方海面的這個低壓 要逐漸靠近了 所以說呢 在這個北部東半部地區 可能整天會有短暫的震雨 那中南部地區呢 也有雷震雨發生的機會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 流場的分布 在禮拜五到禮拜六這段時間呢 是屬於風場啊 風向啊在轉變的過程 禮拜五的時候東南風 所以降雨或者震雨比較多 還是在南部地區為主 到禮拜六禮拜天呢 變得偏南風 所以說變得是在這個 中部以北山區大海北盆地 都有比較明顯的降雨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雨區的預報 9月6號來說的話呢 在這個恆春半島這邊降雨比較多 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中南部山區呢 也有比較明顯的五後雷震雨 到9月7號來講的話呢 也是類似的狀況 在中南部山區恆春半島呢 都有五後雷震雨 那麼在中部以北大海北盆地呢 也新增了五後雷震雨的範圍 那麼到了這個8號跟9號來講的話呢 五後雷震雨呢 也會從這個南部的山區 轉移到西半部的堤區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風浪的預報 好那麼在東石安平沿海跟鵝安平沿海呢 還是屬於大浪 那麼平均風可以來到4到5級 正風大概8級 浪高大概是在2到3公尺 那麼其他各地地區來講的話 只是屬於小浪到中浪 那平均風是4到6級 正風大概在7到9級 浪高大概在1公尺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外島部分 外島大概都屬於小浪到中浪 那平均風大概在4到5級 正風8級 浪高大概在1到2公尺 接下來看一下潮汐的預報 那麼除了是在中山區 還有在南市江近區 跟平洞市恆春鎮屬於小潮之外 其他地區則是屬於中潮 那麼每天兩次的滿潮時間點 請大家參與我們背板上面的資料 好接下來看一下外島部分的潮汐 外島來講都屬於中潮 一樣每天兩次的滿潮時間點 請大家參與我們背板上面的資料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一周的氣溫預報 北部地區大概是在35到37度 低溫則是在27度左右 那麼南部地區未來一周的高溫則是在33到34度 低溫則是在27到28度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颱風是還逐漸遠離的 但是在我們的臺灣南部海域這邊 風浪都還是比較大 外出作業要留意自己的安全 那除此之外在未來幾天來講的話 五湖的鎮雨範圍可能會變大的 所以如果說您在外工作 那聽到的聲音請盡快進入室內 暫停工作也會比較安全的 好以上就是9月6號農業氣象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